好 除了觀眾區 帶你來關心選戰道路 倒數三十幾天的時間 今天上午有平面媒體就揭露了 中共是花了四點八億元 測動我國的謝信忠孝 要來開直升機投共 而今天上午國防部長邱國正 來到立法院 貝許英泰針對這議題做出回應 馬上帶你來聽 我今天這幾年來 早期也在強化法皇的教育 有很多個案 我們主動發掘了以後 就移送法代 但在移送的過程當中 國軍沒有想說交給法 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同步也會做一些損害管控 一般叫那邊 狀況不對 有什麼身後 一方面會提請檢調單位 有著資訊 再一方面 我們就要做損害管控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要有這種內案的話 國軍的做法一定是第一個 不會講說藏私 體格不高 因為是被輸出體大 好一定交給法代 我們可以聽到周國正表示 近幾年其實中共有很多這樣的手法 希望來介入 不過實際上國防部都已經有優先來進行掌握 他也表態了國防部的態度 如果發生這樣的狀況 基本上絕對是不會隱匿的 接下來也一定是送檢調來進行偵辦 不過現在選權傳出這樣的問題 當然也引發了軒然大波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